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中秋节台南不平静, 即今天凌晨东区市议员曾信凯竞选总部失火, 上午安南区长西路一段一处透天民宅火灾, 下午近二点半,安南区安和路六段二十巷内一处螺丝工厂也冒出大火, 消防人员动员到场灭火,初不了解工厂内休假无人员在内, 到下午三点多或是受到控制,下午近二点半, 安南区安和路六段的螺丝工厂大火发生后, 消防局即派出安和、安定和韦吉安南等四分队时两个市救灾车前往灌旧, 先到场的安和分队人车发现工厂有大量火烟冒出, 请求加派人车支援救灾,消防局初不了解, 正值中秋节休假日,四工厂并无人员在内,没有人员受困, 但因火势不小,消防人员持续出水扑灭火烟, 另外,今上午十点取,安南区长西路一顿一处透天民宅也冒出火烟, 一名老妇人逃离火场时遭浓烟些微枪伤, 身体感到不适,但一时清醒,由消防局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。